先会爱自己 再去爱别人 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下人来报 魏家婚室的船队已经靠岸 正堂里 众人脸上一片愁云惨淡 只因为侯在战场 身受重伤药时无医 走投无路下 才想到冲喜的法子 嫡母神色冷漠 瞥了眼站在角落里的我 我们与魏侯的婚约 本就没有指定是谁 如今之际 只能让一欢嫁过去了 父亲哀叹一声 犹豫不决 这时 嫡姐谢婉清猛地站了起来 黑眸发亮 神采飞扬 君侯乃一带枭雄 女儿愿嫁给她 文言 嫡母气急 摔了茶盏 胡闹 清儿 你不要被一时荣华 蒙蔽了双眼 魏侯如今生死不明 你嫁过去就成了寡妇 这辈子就毁了 嫡母以为谢婉清是不甘心 毕竟她早就以军侯夫人自居 并多次警告我不要痴心妄想 日夜盼着魏侯打完仗来娶她 我没胡闹 也没有被蒙蔽双眼 母亲 魏侯不会死 谢婉清握住嫡母的手 斩钉截铁道 女儿昨晚做了个梦 梦到魏侯醒来后 带女儿如珠似宝 将女儿捧在手心里腾宠 嫡母没答话 只半信半疑地看着她 再说 一欢只是个庶女 万一魏侯怪罪下来 我们家担待不起 如今天下 黄泉是威 群雄逐鹿 魏家四十三宫 魏恒为郡侯 统领济州青州幽州 和兵州四州 乃当前 势力最强的一方雄主 我家是陈俊 谢氏旁之 父亲只是入阴县一个主部 小门小户 因祖父机缘巧合之下 曾救过魏侯的父亲 这才让两家定下了这门阴亲 父亲思及此 终于发话 清儿所言极是 那就由清儿来嫁 此事已定 无需在意 谢婉清勾唇笑了笑 目光一转 看向了我 目光中满是憎恨 母亲 女儿还有一事 她语气森冷道 我不仅梦到了魏侯 还梦到一欢 不知廉耻勾引表哥 表哥书房 还挂了一欢的画像 说着 她拿出一幅画像展开 美人携矣于她上 长发如铺 裸裙扮演桃花面 郁郁害羞 那画像之人 竟真的是我 底下还盖了 郑淮的印章 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心下一沉 立马跪下叩拜 母亲明鉴 我没勾引表哥 画像之事 我并不知情 嫡母面色不善 冷笑一声 将她给我压下去 休在这丢人现眼 我被嫡母关了起来 她身边的仆妇 照敖板着张老脸 看我的眼神充满鄙夷 表公子岂是你个庶女 能高攀的 二小姐这几日 便好好在院子里反省 待夫人忙完 大小节的婚事 自会来查明此事 郑淮是行阳正是 本家公子 虽也是庶子 地位于我 却是云泥之别 当谢婉清拿出那幅画像 我已百口莫辩 如今在众人眼里 我就是个为攀高之 不惜自荐枕席 败坏谢家家风的贱人 谢婉清居然狠毒至此 前世因极度杀我 重生回来 居然还想置我于死地 我被困在院子里 度日如年 院外有人看守 每日只有婢女 能进出送饭 到了第六日 谢府突然人声鼎沸 似有贵客到访 连看守我的人都被调走 只留下了一人 这是个绝佳时机 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下去 无论嫡母查出的真相是什么 摆在我面前 只有两条路 要么给郑淮作妾 要么送到家庙 清灯古佛了却一生 而我这两条路都不要 当晚 我打晕了来送饭的婢女 换上她的衣裙 戴上所有银票 悄无声息地逃离了谢家 此时城门已关 我只能先在城内躲一晚 旅店我是万万不敢去的 谢家发现我逃跑后 必然会派人来抓 旅店首当其冲 思来想去 我去了南风馆 老宝热情地带我去了乡房 女郎稍等 我这就把小官们都叫来 让您挑选 我如今正在逃亡 哪有风花雪月的心思 便伸手拦住了她 不必帮我挑个 沉默寡言地送过来即可 片刻后 一个样貌清俊的小官 走进了厢房 乍一看 居然跟魏恒 还有几分相似 我吓一跳 稳住心神后 便让她弹一些柔和的曲子来听 我丝毫不敢睡 靠坐在床上闭目养神 琴声悠悠 我思绪纷乱 不由地就想起 前世谢婉青杀我时的场景 那日是父亲寿宴 谢家门庭弱势 宾客们给魏恒敬酒 她却全部推剧 君后素来冷丽的俊脸上 带着一丝笑意 显出了几分难得的温和 我夫人已有身孕 闻不得酒味 众人纷纷祝贺 吉祥话一箩筐一箩筐地往外道 女眷文言 也争先恐后地恭喜我 谢婉青全程脸色阴沉 不发一言 厌制过半 我觉得席上太闷 起身去院中透透气 刚到游郎站定 一把短剑猛地透胸而出 我垂眸 看到烟红的剑剑 半赏 才觉出几分刺痛 黄黄然回头 便看到谢婉青那张 癫狂怨毒的脸 她拔剑而出 我胸口的血顿时喷勃而出 剑落满地 嫁给卫侯的人本该是我 谢一欢 是你偷走了我的一切 你一个低贱的庶女 攀上卫侯还不知足 为什么还要勾引正淮 为什么还要抢走我的夫君 贱人 该死的贱人 凭什么他们都爱你 凭什么所有人都爱你 我浑身剧痛 缓缓倒在了地上 从婢女惊恐的毛子里 我看到自己浑身是血 浸透了群衫 尖叫声划破天际 下一秒 谢婉青被一剑斩首 头颅滚到了地上 滚出了一条长长的血迹 随即我被人拥入怀中 意识弥留昏昏沉沉 我没看清那人的脸 只闻到了一股极淡的檀香 檀香 我揉着太阳穴 仔细回想 脑子里灵光一闪 猛地睁大眼睛 那人居然是郑怀 郑怀的祖母常年礼佛 她是由祖母带大的 难怪谢婉青如此恨我 郑怀居然对我 存着这样幽暗的心思 思及此 我不由得冷汗层层 还好我逃出来了 若留在谢府 等候嫡母发落 摆在我面前 既不会是给郑怀作妾 也不会是送去家庙 我只有死路一条 谢婉青 是不会放过我的 想了一夜 我最终决定去江南 找个小镇 开家医馆为生 此生 我以心如止水 对情爱 已无半点连依 谢婉青不知 前世魏恒对我呵护备智 不过是作戏 给她白月光看罢了 白月光宋灵 是她兄长的妻子 她兄长病逝后 就双居为其守截 却被魏恒暗中寄予 小叔和寡嫂 乃失道不容 注定不能在一起 魏恒便利用 我来逼她 什么如珠似宝 什么真知爱知 都是假的 一夜未眠 终于熬到清晨 此时城门已开 跟平日里不同 今日城门处戒备格外森严 不仅守卫多了好几倍 还对过往路人一个个盘查 我心中不由地打鼓 只能拼命安慰自己 不要胡思乱想 父亲只是个小主步 以他的权势 根本无法调动这么多官兵来抓我 所以这些人的目标不是我 一番分析下来 我心中安定了不少 从容地朝城门走去 守卫将我拦住 让我把斗笠拿下来 对着画像仔细查看我的脸 我壮似不经一般 朝那画像贴了一眼 身子一僵 差点露馅 那画像虽潦草 但也能看出画的是我 还好我早有准备 提前换了男装 又做了一些易容 任谁也看不出 我是个女子 果然 守卫问了我几个问题 便会挥手 给我放行了 我暗自松了口气 重新将斗笠带好 朝城门外走去 就在即将要走出城门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 熟悉到 让我灵魂未知震战的声音 那人嗓音低沉嘶哑 似乎带着一丝疯狂 站住 我没有停下 镇定地继续往外走 只有几步了 只有几步 我便能逃离这座繁笼 从此天高海阔任我飞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 尖锐的破空之声 一支剑斜着万钧之势 从我发顶穿过 将我头上戴的斗笠 射掉在地上 剑尖牢牢定在我脚尖前三尺之处 阻住了我的去路 剑语阵战 嗡嗡作响 发带断了 满头青丝如铺般散落了下来 引起过往百姓惊呼 竟是个貌美女郎 魏恒大步走到我面前 目如鹰笋 死死盯着我 抬头 我有些恍惚 慢慢抬眸她 眼前的魏恒 长眉羞目 面容英俊至极 只是脸色惨白 似大病未愈 对了 前世此时 魏恒还在还在昏迷之中 没想到重生后 她竟也早早苏醒过来了 可她怎会来乳阴线 是亲自来接谢婉卿成婚的吗 魏恒眉眼 裹着厚厚的寒霜 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 聘为欺奔为妾 为了个岌岌无名的男子 你竟自甘堕落 魏恒心里烧着一团火 烧得他心肝脾肺 火烧火了得疼 魏家婚室出发后第五日 他便突然从昏迷中苏醒 和府上下欢欣鼓舞 皆说谢女福泽身后 人还未迎回来 就让君后化险为夷 魏恒这才明白 自己重生了 想到前世谢一欢 死在自己眼前那一幕 就肝胆剧烈 心如刀割 他一刻都等不了 谢婉卿心狠手辣 不能让他待在谢一欢身边 魏恒不顾阻拦 执意拖着伤重未愈的身体 去乳阴线亲迎谢女 魏家的船队一路乘风破浪 日夜兼程的赶路 总算在婚船即将离开 汝阴县的前一晚赶到了 谢府张灯结彩 红绸盖头的新娘 静静坐在里屋 魏恒没见过谢一欢 穿嫁衣的样子 前世他嫁到魏家时 他还在昏迷之中 是足地替他拜的堂 后来他每每想起此事 就心中不愈 起初他并不知是为何 直到他的谋士一言道破天机 主公心中在意女军 这是醋了 他听了只觉荒谬 堂堂君后 眼中有日月 心中有乾坤 怎会了这等小事 粘酸吃醋 可他分明是醋的 光凭想象 便能想到成婚那日 身着嫁衣的谢一欢有多美 可他却没有看到 没想到重来一世 竟把前世的遗憾 全都弥补了 想到这 魏恒嘴角 勤着一丝笑意 他上前几步 突然又顿住了 哪怕身形相似 他也一眼看出来了 眼前身穿嫁衣的女子 不是谢一欢 他怒急 居然出手 捏住谢婉青的喉咙 要将他脖子拧断 前世就是他害死了谢一欢 这个毒妇 竟还妄想嫁给自己 前世他能杀他一次 今生就能杀第二次 谢婉青已到极限 脸憋得通红 嘶哑着嗓子尖叫 我知道谢一欢的下落 君后若杀了我 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他这才硬生生止住力道 松开了他 没人知道 他心中有多害怕 他怕自己又晚来了一步 他怕谢一欢 再次惨遭毒手 他怕重来一世 他们还是不能共白头 谢夫人拿出一幅画像 战战兢兢兢道 君后想取一欢 本是他的福分 可君后晚来了一步 他早就跟他表兄暗通款曲 为了能跟他表兄私奔 他还打伤了我府上一个婢女 逃了出去 如今只怕早就逃出了城 卫衡看到画像上正怀的印章 醒目刺眼 手微微发力 猛地捏碎了桌角 他沉声道 他还在城内 如今天色已晚 让他好好休息 明早看好城门 务必将人给我找回来 这一夜注定是个不眠夜 卫衡脑子里 一会是谢一欢的一贫一笑 一会又变成正怀画的那幅画像 他不信谢女会对正怀有情 但万一是真的呢 那团名为极度的火苗 在他心中悄然被点燃 越烧越旺 我朝卫衡行礼 装作不认识他 镇定自若质问 这位郎君 你我素媚相识 为何污我清白 简单一句话 就把魏衡心中 熊熊燃烧的火浇灭 从昨晚发现 谢一欢不见了开始 那团郁结在胸中的闷气 终于烟消云散 他瞬间就信了他 他是被冤枉的 是正怀那丝一厢情愿 是谢家人故意害他 魏衡轻轻咳嗦了几声 刚才一番折腾 他胸口的伤又裂开了 他把自己的配件递给我 嗓音沙哑道 抱歉 是我言行无状 愿受女郎一箭 为你消气 我听得眉头微醋 众活一世 魏衡行事还是这么疯癫 郎君 没有接他递过来的箭 我恳求地望着他 你能当不曾见过我 放我走吗 魏衡黑眸沉沉 眼底附上了一层阴霾 半赏吐出两字 不能 还有我们并不是素媚相识 我叫魏衡 是你的夫君 我微微一正 原来魏衡也重生了 他竟是来赢我的吗 我被他带回了谢家 嫡母看到我时 面色如常 谢婉卿却没这个心性 眼神似翠着毒 要将我生吞活泼 父亲在魏衡面前 小心谨慎 语气阴怯道 小女调皮惹父母担忧 多亏君后相助 将人找了回来 嘴里说着担忧 眼神却瞥都没瞥我一眼 始终小心翼翼地观察着魏衡的神色 见魏衡没有说话 他壮着胆子继续道 义欢是庶女 身份低贱 配不上君后 不过既然他与君后有缘 在下便把他送给君后为妾 婉卿为妻 义欢为妾 他们姐妹二人共是一夫 也算是一桩美谈 魏衡眼神很利 面如冰霜 身份低贱 本侯娶妻若看重身份 哪轮得到你谢家 你若再敢多说一个字 现在就让你伸手易处 父亲被吓得全身发抖 趴在地上冷汗直流 再不敢多言 魏衡牵着我的手往外走 即刻启程 回青州成婚 谢婉清极了 他一把推开我 抱住胃横的腿 君后千万莫要被谢一欢给哄骗了 他就是个水性羊花的下贱胚子 他和表兄五眉苟合 身子都已经脏了 这样的女子岂能做君后夫人 而我自幼被当作君后夫人培养 一言一行皆是大家风范 只有我和君后才是天作之和 我垂眸看着脚尖 并不自辩 谢婉清的话漏洞百出 全凭听的人如何想 卫衡若信他 那便放我离开 天下之大 自有我的一番容身之处 所有人都等着卫衡的态度 他冷着脸 一脚踹开谢婉清 头也不回道 胡言乱语 敢如女君者 杀 身后传来谢婉清 一声凄厉的惨叫声 随即戛然而止 我忍不住回头瞥了一眼 如前世一般 谢婉清头颅落地 咕噜噜在地上滚出一条 长长的血迹 他就这样轻飘飘地死了 重生一次 他并没有如愿以偿地 嫁给卫衡 反而死在了卫衡手里 身边卫衡伸手挡住我的眼睛 诞生道 莫看了 怕吓到你 我被他牵着 离谢府渐行渐远 离开汝阴县当晚 在卫家的船队上 我竟难得睡了个好觉 重生后 我夜夜噩梦 谢婉清前世杀我的场景 一遍又一遍地 在我脑中回放 如今他一死 仿佛我跟他命运相连的 那根线 也彻底被斩断了 我还是计划着要逃 卫衡却死皮赖脸 时时刻刻要黏着我 他以自己身受重伤 船上又无侍女为由 让我跟他同住一个舱房 方便照看 我断然拒绝 君后 你我还未成亲 这般形式 余理不合 胃横捂着胸口 委屈至极 我此番就是来迎娶你的 在我心中 你已经是我的妻子 难道你要眼睁睁 看着我痛死吗 我沉默不语 伤口好像又裂开了 一欢你帮我看看好不好 说着 他还演戏演全套 又咳嗦了几声 一张巨脸变得煞白 我正然地看着他 魏侯如今这副模样 让我很是陌生 前世的魏恒 不管人前人后 都是冷力端肃 不苟言笑 哪怕他在宋陵跟前作戏 故意对我做出温柔状 也不过是笑不达眼底 看着更显薄凉 重生后 他就像是彻底撕掉了 前世那张假面 没脸没皮 各种手段 无所不用其极 他躺在床上 睁着黑漆漆的眼珠 看着我 一副全然依赖的模样 他胸口的剑伤 确实凶险 只偏了心脏一点 所以前世才会昏迷不醒 半年之久 我没有法子 只得帮他脱了衣衫查看 伤口确实又崩开了 白色的布条 渗出了斑斑血迹 我小心翼翼地帮他上药 换新的布条 我们面对面站立 布条从前往后 一圈一圈地缠 两具身体贴得极近 气息交缠 月光如水 又暧昧在暗处肆意生长 一欢 你相信钱是今生吗 耳边突然响起 魏恒低沉 沙哑的声音 而我面色平静 终于缠好了布条 从他怀里退开 君侯早点歇息 静养几日 就会好起来 行了个礼 我便在他沉沉的目光中 告退了 当晚魏恒就发起了高热 又陷入昏迷 他本就伤众未愈 千里奔波太过匆忙 随行竟没有带医者 唯恐再出什么意外 他的谋臣下令船靠岸 派人去岸边的小镇寻医者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心脏砰砰直跳 立马表示要一同前往 我自幼跟随我阿娘学过医术 万一没有找到医者 寻些退烧的草药 也能应急 谋臣不敢驳我 他全程跟随魏恒左右 魏恒待我如何 他全看在眼里 于是船便靠了岸 我跟随两名护卫 一起去寻医者 这一去 我便没再回头 我一路走走停停 找到了一处江南小镇 便定居了下来 小镇地处偏远 不受战火纷扰 群雄逐鹿 与百姓合肝 普通百姓所求 也不过家人平安 安居乐业罢了 而这也正是我所求 一屋一人 三餐四季最平凡的幸福 我如愿开了家小医馆 自己去山上采草药 倒也能维持生计 魏恒也没再出现过 夫人没了可以再娶 何况我与他并未成亲 春去秋来 光阴流转 我已在青石镇 待了四个年头 外头硝烟四起 过路的旅人 偶尔会带来一些外界的消息 皆是有关魏侯 魏侯打下了大半江山 各路英雄豪杰尽收麾下 只剩下一些残余势力 苟延残喘 一统天下指日可待 魏侯对君侯夫人情深义重 聚了无数美人 对外宣称此生为爱夫人一人 绝不联姻那且 春花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问我 姨母 你见过魏侯吗 她是隔壁云娘的孩子 如今才四岁 是我接生的第一个孩子 看到她我总是会想起 钱是我的孩子 那个孩子在我肚子里才三个月 都没来得及出来看看这个世界 如果有机会出生 想必会和春花一样可爱吧 我沉默了一瞬 笑道 魏侯乃盖世英雄 姨母跟你一样 整日待在青石镇 自然是没见过 她眼睛亮晶晶的 那我长大了 要嫁给盖世英雄 云娘笑她不知羞 端了碗黑乎乎的药 递到她跟前 你连喝个药都哭鼻子 盖世英雄可不喜欢 哭鼻子的小孩 不喝不喝 阿娘我病早就好了 我要出去玩了 春花果然一蹦三尺高 一溜烟地跑开了 我和云娘相识一笑 云娘是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晚上 挺着运渡倒在了我的医馆门口 我救了她 帮她把孩子生了下来 她便也在青石镇安了家 她的刺绣功夫一绝 靠绣品就能养活自己和孩子 她也是有故事的人 只是我们都不曾探究过 对方那些不愿提及的往事 春花下的脸色发白 急急忙忙跑过来 阿娘 姨母 那边山坡下有个人浑身是血 好吓人哪 我是医者 救死扶伤 匆忙赶过去 就想救人 把人翻过来一看 一张熟悉的俊脸映入眼帘 是未恒 在云娘的帮助下 我们一起将未恒台进了医馆 她全身上下多处剑伤 其中最凶险的还是腹部 一个黑乎乎的血洞 透背而出 堂堂君后 为何会将自己弄成这般凄惨模样 又怎会凭空出现在这里 她的将官了 她的不下了 我又气又怒 不知为何 给她上药十手都在抖 云娘看了我一眼 握住我的手道 一欢 莫慌 我怎么可能慌 青石阵四年 我早已看惯生死 如今 魏恒在我眼里就是个病人 我是医者 我自当会竭尽所能救她 冷静下来后 我面无表情 开始处理所有伤口 到了晚上 魏恒发起了高热 像是被梦掩住了 嘴里念念有词 我凑过去查看 听到她断断续续喊着我的名字 声音里满是痛苦 一欢 求你 不要离开我 我微微一震 在她床前哭坐到天明 天光乍亮时 魏恒长长的睫毛微颤 缓缓睁开了眼睛 她眼神茫然无措 看着我时同人漆黑 似幼犬之如木 开口问道 这是何地 我是何人 她竟失忆了 不记得自己是谁 也不记得自己的身份 我告诉她 你是魏侯 魏恒 她簇眉想了半天 摇头道 记不起来了 但我记得你 她说在梦中见过我 在梦中 我是她深爱之人 是她的夫人 一番话似真似假 让人不知 她是真失忆 还是假失忆 僵着脸道 梦都是假的 我就是青石镇 一个小小医者罢了 说吧 我转身出去了 到底是 常年征战沙场的汉将 魏恒的伤 看着凶险 好的却很快 她穿布衣 做平民打扮 赖在我的医馆里 不肯走 我赶她离开 她却道 不能让我白白 救她一命 要以身相许 我说今生不嫁 她便说 那就给我 做牛做马 报答我的恩情 青石镇 就我一家医馆 来医馆 看病的百姓很多 她便拿着方子 在一旁帮忙 抓药熬药 我去走访病人 她就紧随我其后 伴坐药桶 周敖有头疾 我时常上门 给她针灸缓解 那日针灸完 她眉眼 带笑冲魏恒道 郎君生得好看 定能得医者欢心 魏恒也笑了 黑眸 熠熠生辉 英俊至极 从容道 多谢 我还需努力 我狠狠瞪她一眼 转身回了医馆 经过杀猪瀑石 瀑子里的黑衣少年 红着脸喊住我 医者 我停下脚步 目光清零零地望着她 何事 她走到我跟前 塞了一大块猪肉给我 语速飞快道 这是今日刚杀的猪 医者拿回家去 补补身子 我一脸恶然 魏恒已经飞快 抢过那块肉 还给了少年 语气硬邦邦道 无功不受禄 少年不服 我心悦医者 愿意给他 魏恒也不服气 你心悦不了 我已经先心悦过了 排队都轮不到你 两人竟幼稚地 斗起了嘴 我一阵头疼 溜至大吉 回到医馆后 魏恒情绪格外低落 不发一言 似是气得不轻 我取笑他 你比人家大 怎还和小孩计较 魏恒望着我 狠狠道 他才不是小孩 竟敢暗中觊予你 哪里像个小孩了 魏恒越说越委屈 你为何要帮他说话 你是不是也心悦于他 我含笑看着他 总觉得他像春花 养的那只花猫 竖着尾巴坚守地盘 不让外面的野猫 踏进半步 魏恒眼眶都红了 黑眸阴晕着一层 薄薄的雾气 一把抱住我 在我耳边 带着哭腔哀求 一欢 你别心悦他 我比他好看 比他能打 住在青石镇的魏恒 跟我记忆中的魏侯 完全判若两人 我真的有些 难以抵抗如今的魏恒 一枪赤诚 毫不保留 四目相对 彼此都看到了 对方眼中的情意 他吻了下来 含住我的唇 辗转丝磨 意乱情迷时 他在我耳边声声唤道 一欢 一欢 你可愿意跟我回洛阳 我绝不负你 我顿时清醒过来 猛地推开他 眼神冷了下来 你恢复记忆了 为何骗我 魏恒急道 就这几日想起来的 一欢 我没有刻意瞒你 没有刻意瞒我 只是下意识瞒我 我冷笑 觉得刚才自己就像个傻子 竟会觉得这样一心算计的人满腔赤诚 你走吧 魏恒站着不动 目光深深凝视着我 好 你不走我走 我转身就跑出了医馆 我不知该往哪走 但绝不想再看到魏恒 他总是骗我 总是作戏 前世床榻之间 他用绵绵情意哄我 下了床榻 我便看到他和他的白月光颂灵纠缠不清 大嫂看清楚 我不是大哥 我不坐替身 我漫无目的跑 在树林里被一群黑衣蒙面人拦住去路 他们举刀杀来时 我闭上了眼睛 玉漆的痛楚没有传来 魏恒持剑挡在我的前面 将我护得密不透风 短兵相接 刀剑撕杀声不绝于耳 那些蒙面人出手狠辣 先是刀刀往魏恒的要害处砍杀 看出魏恒分外在意我 又转换目标攻向我 敌众我寡 魏恒为了护我处处受制 我历声道 别管我了 这样下去 我们都得死 魏恒回头冲我一笑 你说什么傻话 我死也不会让他们伤到你分毫 他的剑法 输地变得凛冽起来 用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法子 把黑衣人悉数歼灭 满地失手 血腥味弥漫 魏恒浑身是血 像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沙神 眉眼都是斑斑血迹 却冲我温柔一笑 轻声道 一欢 不要生我的气了好不好 我眼泪喷涌而出 抱住他 不生气 再也不生气了 让我看看 你哪里受伤了 哪里痛 我颤抖着手去 撕扯他的衣衫 迫切地想 查看他的伤势 他按住我的手 轻声笑道 夫人莫及 带回家给你看个够 现在还有其他事需要解决 背后传来一道清冷的女声 真是一出 郎有情窃有意的好戏 我郑住 缓缓回头看去 宋灵如神女般从天而降 身边还站着一个跟魏恒容貌一模一样之人 那人只可能是魏恒双胞胎兄长魏听 可他不是早就死了吗 魏听走到魏恒面前 叹了口气 你怎么还活着呢 如今天下一统 已经用不着你了 你活着对谁都不好 魏恒撑着剑斜斜站着 无所谓地笑了笑 让兄长失望了 宋灵远远瞥我一眼 这就是你那藏起来不让见人的君后夫人 真是让我们一番好找 好一番顺藤摸瓜找到这 居然看到发现你也藏在这里 倒是意外惊喜 正好让他今日跟你一起成双成对 去阴曹地府做一对鬼鸳鸯 魏恒目光幽深 握紧拳头 沉声道 你们不该打一欢的主意 他在青石镇壁市 从未参与我们之间的争斗 宋灵敏唇一笑 看着不顺眼 杀便杀了 魏听将他搂进怀里 多说无意 动手吧 下一秒 无数黑衣人从林中涌出 朝我们围了过来 我握紧魏恒的手 他愣了下 与我食指相扣 谋色温柔 莫怕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远处传来一阵 远处传来一阵急迟的马蹄声 连大地都为之振战 魏听和宋灵的脸色大变 看向身后 援冰终于到了 魏听和宋灵背擒 押往洛阳 魏恒必须离开青石镇 去洛阳主持大局 临走时他问我 是否愿意跟他一起走 我想了很久 最终还是拒绝了 我一生所求 不过是自由 哪怕我明白了 自己对魏恒的心意 也不能割舍掉 我好不容易求来的自由 魏恒没有强求 他对我笑道 等洛阳世了 我再来看你 他把我熟悉的那个谋臣 留在了我的身边 谋臣年事已高 魏军后谋到了天下 正好在青石镇 隐退安度晚年 直到此时 我才知道 这些年 魏恒处境有多凶险 他的母亲 由夫人 天爱长子魏听 可魏听却是个无能之辈 极度文武双全的弟弟 便想出了个法子 先假死放松魏恒警惕 等他把天下统一后 将魏恒杀之后快 自己再取而代之 这样就能不费吹灰之力 夺取江山 所有人都在帮他 游夫人费尽心思瞒着魏恒 宋灵不惜勾引小叔 想让他败在自己裙下 更好刺探消息 魏恒没有任何防备 遭到了魏听重创 他差点死了 凭着想见我最后一面的执念 趴在战马上 跑到了青石镇 谋臣说道 女君在青石镇四年 君侯每年都会来看你 只是他知你不愿见他 便只是远远看着 并不打扰你 我曾问他 君侯既然思念 为何不将女君接回来 君侯道 他活了两世 竟不止女君会医术 是他付诸了女君 他愿成全女君想要的自由 我眼圈忍不住红了 心里传来一阵钻心的痛 魏恒这个傻子 他居然能做到这等地步 我以为自己在青石镇与世无争 其实都是他在暗中相护 可他了 亲生母亲不爱他 为了长子就能做帮凶 欺他瞒他 同胞兄长也不爱他 只因嫉妒 就能对他痛下杀手 堂堂君后独家寡人 一无所有 我突然就想通了 我要去洛阳找他 我要站到他身边去 我要陪着他 这个念头一起 就如野草一般 疯狂地肆意生长 谋臣含笑道 君后虽然不说 但女君若能去找他 君后定会欣喜 我把医馆交给了谋臣和云娘看着 安排好青石镇的事 便在护卫一路护送下 赶到了洛阳 魏恒在城外相迎 那是一大片梅林 他长身玉粒 站在梅树下 英姿勃发 一阵微风吹过 梅花速速落下 落了他满头满身 我们遥遥相望 皆是一笑 笑中寒泪 别来春半 触目柔长断 气下落梅如雪乱 浮了一身海满 故事二 母亲拉着我的手玛撒 大妮 你莫要怪母亲 虎儿今年已经十四 你表妹非得五两银的聘礼 才肯嫁呀 冬日天寒 我日日要将洗一家人衣服 要洗菜做饭 手上生了许多洞窗 被她搓得很痒 我抬头看向屋外 爹爹坐在门槛上 巴达巴达吸着水带烟 并未看我一眼 她早就忘了吧 弟弟们未出生前 她也曾让我跨坐她肩头 与我玩起马儿游戏 还哈哈笑着说 以后定要为我找个 身强体状好夫婿 我收回目光 低声硬 不怪 季家很好 因为前两任娘子 没入门就病亡 这次季家特意去问过大师 说婚事务必低调 不可惊扰煞神 所以出嫁那日 便由父亲赶着牛车 将我送进季家 牛车上 甚至连红花都没有一朵 走到半路 天空挑雪 我穿着母亲特意新做的棉袄 冻得瑟瑟发抖 因为棉袄看着蓬松厚重 里面塞得多是芦花 而不是棉絮 冬日寒风凛冽 如刀子一般刮着我的脸 道路旁就是深沟 仔细看去让人眩晕 我想 或许牛角一滑 我就会跌进去 结束我这短暂辛苦的一生 燃天不遂人愿 快到五十 牛车顺利到了季家村 一直沉默赶车的父亲 常常松了口气 总算把你全头全尾地送到了 婆母和未来夫婿 已经等在村口 见我们安然无恙 婆母喜不自胜 庙里的神仙说得没错 你果然能扛得住松竹的八字 我偷偷看了未来夫婿一眼 她穿着一件身降红色新衫 鼻头冻得有点红 身姿挺拔瘦靴 朝着我浅浅汗手 她往前几步 岳父大人一路辛苦 我来赶车吧 父亲让到一边 结果季松竹拉了半天 老黄牛纹丝不动 婆母善善笑 这孩子自小读书 没做过农活 父亲又接过绳子 老黄任生 还是我来 虽说没有宴请宾客 可婆母还是准备了不少菜 她给我舀了一碗热鸡汤 里面有一只大鸡腿 一路上冻着了 快喝点热乎的 我迟疑了几秒 将鸡腿夹给季松竹 小声道 夫君 你吃 父亲在一旁陪笑 大泥自小能吃苦 不用太浇灌 季松竹淡淡笑了下 又夹回我碗里 你瘦 你吃 婆母也劝 吃吧吃吧 还有呢 我小心翼翼咬了一口 眼眶不由红了 自弟弟出生后 我再也不曾吃到过鸡腿 吃过饭 婆母留父亲住一晚 她却急着要回去 家里是多 走不开 婆母给了她一包煮熟的鸡蛋 带回去给孩子吃 父亲推辞一番接了过去 我跟着送到门口 她回过身 不用送了 往后这就是你家 好好孝顺婆母 伺候男人 风雪裂了 迷人眼 我却哭不出 只点点头 嗯 她都赶车走出一小段 又匆匆回来 从腰间摸出小小碎银子 塞我手里 拿着吧 别跟你母亲说 乡下人嫁女子 嫁妆一般是被子 花布这些 母亲准备的东西 看着又大又多 可婆母上手一拎 就变了脸色 我知道 那些看着厚重的棉花被里 缝的都是芦花 我局促又羞愧 却不知该说什么 只能将碗筷收起 拿到井水边去洗 刚把水提上来 婆母风风火火过来了 她抢过我手里的碗 哪有要你一个新媳妇 干活的道理 她放下碗 看到我手上斑驳的洞窗 常常叹口气 快 进屋陪松竹去吧 夫君正坐在炕上看书 并未写字 见我进来 她白皙的耳朵红了红 往一侧让了让 那一页书 她看了一整个下午 很快到了用晚膳的时候 婆母给我盛了 满满一碗白米饭 说我太瘦 要多吃点 她是真的带我好 用完晚膳 婆母点了红竹 又在抗炎贴了两个红喜字 她拍着我的手 松竹命不好 婚事也不敢张罗 委屈你了 我摇摇头 不委屈的 红竹染了过半 夫君还在看白日里那一页书 我小声问 夫君不睡吗 她清了清嗓子 这就睡了 说着就要去吹蜡烛 我拉住她 不能吹 吹了就没法倒白头了 她坐在床檐 摇曳的烛火里 神色有点颓然 我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 读书又一直不中 与我共白头 也恐委屈了你 关于她的事 早有好事的相亲与我说过 据说她聪慧至极 十二岁就已是乡里的同生 然而自那之后八年 每次秀才考试 她总是落榜 明明考完 她默写的试卷 均得到一致好评 可最后一放榜 总也没有她的名 加之两任期都在新婚前死了 乡里人人都说 她是扫把星转世 若非如此 以她的家境和相貌 也轮不上我 我鼓起勇气 握住她的手 我觉得你很好 婆母也很好 能嫁给你 我一点也不委屈 就是我不识字 不知夫君是不是嫌弃 她撩起眼皮 看我一眼 突然就笑了 语气那般柔和 咱们从前见过 你忘了吗 去年夏日一场暴雨 我忘记带伞 我想起来了 那日我拿着家里的三十个鸡蛋 去集市售卖 回来时遇到暴雨 路边也无避雨之处 幸得好心农妇 给了我片大荷叶 顶着走了一段 遇到个书生 护着一大落书 林的鼻子眼睛都瞧不清楚 看着怪可怜的 我自幼吃苦长大的 也不怕这点风雨 于是将荷叶塞给她 冒雨回了家 我很意外 原来是你 这亲事 似乎多了点命定的味道 我颤着手 摸索她的衣扣 被窝已经热好了 书明日再看吧 她脸色飞红一片 顺势脱衣进了背 没想到她瞧着瘦 力气倒也不小 事后还不顾冷地爬起来 去给我拧毛巾擦身 于我而言 这就是神仙夫君 金玉良缘 睡去前 她亲了亲我的唇 书里说的温香软玉 原是如此滋味 我羞懒地缩入背中 脑中突然闪过一些画面 一个年轻男子 送了她快末 她于考场上用了 又一幕是考官月卷 一展开她的卷子 便喷嚏连天 涕泪其下 于是匆匆扫过一眼 便将卷子 放到落榜那一堆 再一幕 是她颓然地 站在府学门口 轻飘飘的雨滴 像是要压弯她的脊梁 我身体一颤 季松竹却笑了 不必害怕 我不闹你了 睡吧 我困倦极了 沉沉睡去 娘 她不会有事吧 怎地还没醒 我去换一声 婆母压低声音 叫醒她作甚 还不是你昨晚不知轻重 她那亲娘 就跟后母似的 太磋磨她了 让她好好睡睡 挨挨白雪反射日光 亮灿灿地落入房间 炕还暖融融的 不像在娘家时 我的屋子离灶头远 炕总是没热气 被子硬邦邦 被窝永远是冷冰冰的 我翻身下床 季松竹马上推开了门 迅速扫了我一眼后 耳根微红 若是累 再睡会 我撑着床站起来 不累的 我经常干农活 身体好着呢 婆母不许我碰冷水 你这双手再不痒痒 这洞窗就好不了 一到晚上 挠心挠肺地痒 季松竹白日里认真看书 到了晚间 少不得也要跟我胡闹一通 大约是婆母叮嘱过 她节制多了 入睡前 她照例会亲一亲我 那些细碎的画面 日复一日被补充完整 那个铜窗叫周里 她家开了笔墨铺子 有人称月卷官徐老 如此半月好吃好喝 我感觉之前的衣物 竟穿着油点紧 夜间松竹搂着我 娇娇 你总算胖了些 二月底天气还很严寒 松竹又要去参加院士 出发前晚 婆母道 松竹 你自幼聪慧 几乎过目不忘 若是这一次还是考不上 那便是命 往后你就与娇娇 好好过日子 松竹慢慢扒着饭粒 沉沉硬道 嗯 烛火摇曳 他神色凝重欲结 我想到连日脑中画面 不由问 你是不是有个铜窗 换作周里 他家开了个笔墨铺子 你如何得知 周里的主考官 可是姓徐 季松竹放下筷子 你还知道徐教育 我摇摇头 不知就是脑子里突然闪现一些画面 我将所见之事细细说来 婆母神色大变 松竹皱眉 鬼神奇幻之说 圣人皆云 婆母一把打断她 你闭嘴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娇娇从未出过这个镇子 却能知晓这些 这就是老天爷在帮你 你万万要防着 不可再用那个周里所赠之物 你的饭食 我也为你准备好 你就闭门不出 谁也别见 我与婆母连夜忙活 热气腾腾里 我问 母亲 您信我 当然 咱们是一家人 你还能害松竹 我小时候亲弟弟小豹 也闪现过他发高热 不治而亡的画面 我告诉母亲 他不信 后来小豹真的发热死了 母亲说我是扫把星 小豹就是被我咒死的 后来他也不让我碰小虎 我自然也没遇见过什么 第二日天蒙蒙亮 我跟婆母便送松竹出门 一路上遇到很多早起疆洗的婆娘 婆娘们嘴碎 哟 又去州里考试啊 这次一定能考个秀才回来吧 话音刚落 一群人就捧腹大笑 李正家的胖沈叹气 祭武 不是沈说 你空有文取星的财 就没有文取星的命 就好好待在家种田吧 婆母眉毛一束 冷冷笑道 怎么着 我家儿不愿意娶你那胖闺女 你现在还有气呢 婆母握着我的手 主要你家闺女脾气好 秉性差 你瞧瞧我这水灵灵的儿媳妇 谁见了不说好 胖沈气的肥肉直抖 得一个什么 你儿子种田 你孙子以后也种田 我闺女可是在与张秀才一亲了 我深吸一口气 直直看向她 语气坚定 夫君这次一定能种 祭松竹偏头看我 朝霞染红天策 我朝她奄然一笑 夫君 你一定行 我和婆母在家等你的好消息 她眉目舒展 灿然一笑 如千树万树梨花齐开 好 夫君定让你当上秀才娘子 一时间 所有的婆娘们都吸口气 松竹接过我手里包袱 踏着朝阳 走上官道 有婶子探到 季家这小子 蹄囊倒是生得好 胖婶吃笑 长得好看有慎用 她这辈子就没有秀才命 这次肯定又是一场空 有婆娘复合 要是早点认命 现在孩子都打酱油了 婆母以异敌多 跟他们大吵一顿 气得头顶冒烟 松竹走后 被窝都变凉了 天气渐暖 我出门也勤了 新媳妇走到哪里 都被人打去 有人一口一个秀才娘子 却不是出自真心 没人相信 松竹能突破衰运 烤中秀才 除了我和婆母 人人都在等着看她的笑话 有次感激碰到了母亲 她训斥我 听说你到处吹牛说 你那倒霉男人 能烤上秀才 都传到我们村了 以后这种丢人的事少做 就她那瘦竹干样 哪有秀才的福相 你也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她一点都不盼着我好 没一会买碗碟的婆母来寻我 母亲啼笑肉不笑地说 瞧瞧这闺女还长胖了 是不是在您那饭懒了 她坐视麻利着呢 亲家母尽可使唤她 我婆母对她 是我养胖的 嫁过来的时候 瘦得看见骨头 我瞧着都心疼 姑娘家家还是圆润点好看 我家也不缺这几口饭 您说对吧 亲家母 母亲脸上清清白白 咬牙道 那是自然 等女婿考完试 以后还能帮着家里种地 这一场会面不欢而散 等待如此漫长 掰着指头算日子 昨日应该就放过榜了 也不知到底结果如何 婆媳两个正是忧虑 没想到外面传来 志同的呼唤声 祭武回来了 祭武回来了 怎地这般快 我与婆母相识一眼 心君是一尘 村子里无大事 小儿的呼唤 已经把好多爷们婆娘 都从家里引了出来 我与婆母一路小跑 在村口看到了 风尘仆仆的祭宗主 我快步上前 上下打量一番 不过短短十日 她瘦了一大圈 人看着疲倦 又没有精神 胖神捂着嘴笑 回来得这么快 这一次不会是连考试 都没赶上吧 我红了眼眶 安全回来就好 婆母是个急性子 在一众看热闹的人 目光中发问 如何 考上了吗 所有目光都落在她身上 胖神笑得一身的肥肉 都在抖 昨日才放榜 她今日就回来了 哪能这么快 这一次怕是都没考完吧 瞧瞧这手的 莫不是生了一场大病 众人均是果然如此的表情 婆母眸里的光稀了 我顾不上许多 牵住松竹的手 低声道 无碍的 咱们下回再考 你才二十呢 她垂眸温柔看我 考上了 她微笑着环视众人 劳乡亲们惦记 这回在下考上了 一时间 鸭雀无声 连撂翘春风都停止吹动 胖神皱着眉 真考上了 莫不是骗人的吧 话音刚落 村口有人在高喊 记秀才 记秀才 一个小丝模样的人 匆匆而来 手里还拎着个包袱 记秀才归家心切 倒是把包袱 忘在马车上了 李正见多识广 已经认出 此人是县位身边的随从 双方见过李后 小思道 记秀才 五日后 我家老爷 请您过府小拙 您可别忘了 原来 他能回得如此快 是搭了顺风车 连县位老爷 都请他吃饭 可见这秀才是真真的 婆母高兴坏了 嘴里把各路神仙 几百代祖宗 都感谢了一遍 不停地掉眼泪 我忙从衣袖中 摸出一些铜板 递给小思 凡大哥还跑一趟 乡里泥重 大哥拿这个去刷刷鞋 小思意外瞧我一眼 推辞几下便收了 他一走 众人看松竹的眼神 立马变了 本来胖沈站松竹对面 此刻众人齐齐围上来 一口一个秀才老爷 生生将他挤到一边 他嘀嘀咕咕 还真是撞狗屎运 话还没说完 李正就拍了他胖脸一下 闭嘴 你个什么都不懂的婆娘 二十岁的秀才 咱们全线一只手都数得完 胖沈之前引以为豪的张秀才 三十岁才重 去年丧妻 孩子都十一了 饶是如此 也还是香波波 与他比起来 松竹就是一碗流油的红烧肉 我被一声声的秀才娘子叫着 整个人都是恍惚的 好容易摆脱相亲到家 松竹喝了一大碗热茶后 看向我 娇娇 你怎地像是有心事 我 我怕当不起这个秀才娘子 我就是一乡也妇人 相貌寻常 无才也无才 松竹还没说话 婆母竖起眉 你当不得 那谁还当的 哪怕公主都比不得你规避灾祸 他训松竹 你万万不可因为中了秀才 就生出别的心思 我一万个不许 季松竹浅浅一笑 娘 我不会的 糟糠之妻不下堂 他含笑看我 何况我的娇娇还好看着呢 这人 中了个秀才 嘴里跟抹了蜜似的 心顿时放下来 婆母开始问院士的细节 诚如我遇见的那般 那个周里 此番也参加考试 又送了松竹一块好墨 说 这墨是京城来的 色泽油亮 不易蕴染 达官贵人们都喜欢 松竹从包袱里取出那一块墨 我听了你们的 并未使用 婆母和松竹闻不出什么 可我自幼鼻子灵敏 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花香 你们等等 我去叫翠花过来 翠花是隔壁的小媳妇 她很快过来 我拿琢磨给她闻 她顿时喷嚏连天 涕泪其下 称道 好你个五娘子 夫婿考上秀才 就把这墨弄上花枝戏弄我呢 果然如此 那个周里想必 不知是从何处得知 周里的主考官 与翠花有一样的毛病 所以用处理过的墨 送给松竹 月卷官一碰试卷 就剃泪其下 如何还能好好看完 纵有满腹才华 也只能回回落榜 真是好歹毒的心思 婆母蹊跷生烟 偏这时候 门外传来年轻男子的声音 继兄 继兄在家吗 正是那周里 婆母气得 要去厨房提菜刀 松竹拽住她 母亲 我来处理 夜色层层翻涌 如浪一般滚上来 院子里光线暗淡 周里站在石榴树下 扯起脸啼笑 继兄敬畏等我 便匆匆而归 恭喜继兄中了秀才 此番我又落榜了 松竹站在厅堂处 明亮的烛火 打亮他俊秀的五官 他沉声道 周兄进来说吧 我心里有气 给周里倒了一杯冷冰冰的隔夜茶 松竹也未多言 只将那块末取出来 放于桌上 周里手一颤 冷茶见了一手 原来如此 松竹眸中隐痛 我是你如兄弟 你为何如此 周里色然一笑 我们自幼败在一个先生门下 你聪慧过人 我却蠢笨愚钝 我爹实实说 你要有季家小子一半便好了 我也日日读书 我也从未懈怠 可为何我就是不行 他激动地站起 眼眶通红 既是好兄弟 更要一起进退 松竹将那块末推过去 我早与你说过 你的天分不再读书 你是天生的商人 莫还你 你我自此恩断一绝 周里下额绷得紧紧的 季松竹 你装什么高尚 婆母再也忍不了 提着菜刀冲出来 吼道 滚 不然我剁了你喂狗 院子里的大黑 似乎听明白了 嗷嗷叫个不停 周里神色颓唐 亮呛离开 我很愤怒 太便宜他了 他蹉跎了夫君好些年 季松竹拉住我的手 浅浅一笑 证据不足 若他拒不承认 仅凭一方末 无法定罪 且若不是他 我也不能与你成夫妻 夜间两人浅犬细聊 我才知周里连日下雨 他带去的干粮发了霉 他担心吃外食有意外 硬生生饿了三天 难怪今日见他瘦了许多 我心疼坏了 身体要紧 大不了下回再考 他轻轻稳住我 那可不行 我答应过你 让你做秀才娘子的 怎能施约 小别圣新婚 自是一夜缠年 第二日本想多睡会 结果父母带着两个弟弟来了 婆母煮了鸡蛋待客 火儿和牛儿口里塞一个 还往兜里揣两个 母亲一脸慈爱 这两个孩子就是能吃 不像大妮 吃饭就跟小猫舔食似的 婆母差点没翻白眼 娇娇 在我家胃口挺好的 或许家里孩子多 她让着弟弟 又或许是亲家母做饭 不合她胃口 母亲脸色一僵 转而谈起此行目的 原来他们想把两个弟弟 记在纪家的名下 朝廷有规定 中了秀才往后填地 不用上交付税 家里人也不用扶兵役 摇曳 火儿和牛儿都是男丁 按既往规定 他们必然有一个要被征兵 但若记在纪家户头上 便可免去此条 母亲拿着帕子假哭 大妮 他们可是你亲弟弟 刀剑无眼 若是上了战场 那还有命回来吗 你这个做姐姐的 可得管呀 两个弟弟埋头苦吃 父亲一直在抽水带烟 巴搭巴搭的声音 听着心烦 我借着准备午膳躲进厨房 没一会松竹也来了 她挽起袖子 帮我摘菜 问 娇娇 既在纪家倒也是寻常操作 你如何想的 婆母看了过来 我掰开白菜叶 犹豫开口 我有些顾虑 若是记在咱家 就得让两个弟弟 名义上为记家奴仆 咱们又不能真的使唤他们 日后他们 借着咱家身份胡来 却是会影响到夫君你的声誉 婆母的脸色亮了 我皱起眉 可若一味拒绝 我又恐传出去 乡里议论夫君薄情 乡下地方 有时流言蜚语 也能害死人 着实是难办 纪松竹深深瞧我 伸手帮我理了礼宾编散发 笑道 知娇娇心事偏向为夫就好 这件事交于我 再回厅堂 婆母主的二十个鸡蛋 已经全被消灭 地上散了一地的鸡蛋壳 季松竹哄着虎儿牛儿背诗 一个劲地夸赞他们聪慧 哪里聪慧 明明蠢笨如猪 读书人的嘴 就是骗人的鬼 可虎儿被夸得飘飘然 母亲也是笑个不停 饭桌上松竹笑得温和 记在我名下没问题 不过我瞧着两位弟弟聪慧 将来未尝不能自己考个秀才 若是记在我家名下 以后终身为奴 免了兵役姚役 可也没法子读书出头 哎 我本还想好好教教两位弟弟 如此一通话术 用过午膳他起身 既是岳父岳母相求 此事不容耽搁 咱们这就去找李正吧 母亲已经开始做起 举人老子娘的美梦了 善笑道 此事也不急 我们还是再商量商量 父亲磕了磕烟带站起来 嗯 时候不早了 我们先归家 送到院门口 父亲停下脚步 拍了拍季松竹的肩膀 你是好样的 好好待大妮 他们一走 我常常松口气 夫君 以前不知你如此油滑 他望着我 如今后悔 也来不及 你已经嫁雨为夫了 虎儿也就罢了 牛儿不过五岁 尚有机会 哪怕不能中秀才 读书名里也是好的 这倒也是 此后 同族友人也打着主意 要将孩子和田地挂过来 可松竹每次都扼腕 怕是不行 连我七弟那边都拒绝 若是如今应了你 岳父母那里该如何交代 想来当时他套路父母 便已经想到了此处 秀才已重 接下来便是要考举人 这可谓至关重要 因为中举后 便拥有了做官资格 全国秀才如此多 三年一次的相识 能中举人的 却只有千数人 多少秀才苦读一辈子 最后白发苍苍 都无法中举 为了虔诚 松竹须得去州里 学堂才好 我与婆母私下商议了一番 决定陪她一起去州里 松竹听后 也极为欢喜 婆母办事利索 两天的功夫 便交割好了 家里的各种事宜 带不走的鸡鸭额 都送给了父母 我朱娇娇生平 第一次走出了镇子 走出了县城 托夫君的福 去了州里 州里热闹非凡 我们另了一处小院 前头卖豆腐 后头住人 松竹平日住在学院 一月有三五日会回家 城里人多 大家都很忙碌 秀才也多 一开始左邻右舍 艳羡几句 后来便也是寻常 如此过了两年 万事皆安 虎儿念了书 虽说笨拙 性子却真的抹好了些 母亲似乎回过神来 知松竹当初有堂色之意 我提礼回娘家 她却没个好脸色 背着人骂我 未不熟的白眼狼 李正左右活动 最后胖女儿大花 嫁给了家境殷实的商人 又一举得难 在村里走路都带着风 年节时穿金带银地回家 好不得意 还讥讽我 这秀才娘子当得也没什么意思 连个值钱的首饰都没有 且我听说 举人可难考着呢 好些秀才搓脱一辈子 也只是个秀才 你成婚两年 怎么肚子一点动静也没有 她摸着自己突起的小腹 夫君可说了 此番我若得难 给我五十两银子 又得知我与婆母当街卖豆腐 就更是轻蔑 许是她散播 乡里的人开始议论起来 一说我抛头露面不体面 二说我成婚多年无所出 三说松竹江郎才尽 怕是考不上举人 婆母本开开心心归家 却受了好大一通气 好在元宵后 我们就启程离了乡土 天大花也跟着经商的夫家 来了周礼 她又怀了 见天地故意挺着肚子来买豆腐 还刻意当着季松竹的面说 这母鸡好看有何用 还是得下蛋才行 四次挖苦 松竹有刺食在忍步的 淡淡回 当然有用 至少夜里不用吹灯 大花回过神 脸色清一阵白一阵的 两年多无初 我也很忧虑 这日在饭桌上道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不如给你那个妾 她落了快 生不出孩子 乃机缘未到 你莫要多想 正好我如今 可以安心准备考试 婆母也附和 再说 许是松竹的问题 乡下你见德还少吗 那些怪女子 生不出孩子修了的 结果人转头 就三年爆俩 你莫要有问题 就往自己身上揽 我眼眶红了 我上辈子积了什么德 怎么碰到这么好的婆家 夜间 松竹搂住我 一直怀不上孩子 许是夫君我努力不够 以后我得勤快点 娇娇受累 这人 关起门 就是另外一副嘴脸 如此磕磕碰碰 便到了八月 举人考试要来了 这几年 我们日子平顺 我再也没预知过灾祸 考前一夜 松竹吻了我 我也没见到什么 可心里总是不安定 天还未亮 我与婆母一起送考 考场门口考生众多 我顾不得名声 为求万全心安 贬起脚吻了吻她的唇 考生哗然避开视线 松竹也羞红了脸 而此时 我脑中突然闪过几个画面 顿时脸色大变 我又反复亲了她好几次 却没有获取过多信息 时间仓促 我只能将所见细细告诉她 叮嘱她要万般注意 因着考前亲亲 大师提捅 一时间名声传遍了铜窗 许多人背地里 讥笑我乡也出身 不知分寸 因为有周里的事在前 这几年 松竹韬光养晦 表现得并不出彩 众人议论 有我这样缠人 不懂事的妻 她又资质寻常 恐怕是难有所成 大花又生了个儿子 刚出了月子 就来找我炫耀 继绣才真是倒了八辈子煤 才娶了你 你是不是怕她考上举人 会抛下你这个农家女 所以才故意乱她心神 她叹着气 肉脸挤成一团 如今 我看你是要如愿做 一辈子绣才娘子了 也有人聚在豆腐摊前 对着我指指点点 瞧 就是她 夫君赶考 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就去亲 真是不知羞 摊上这样的气 还怎么考得上 你们可要引以为戒 千万不能像她这样 松竹考完事后 日日陪着我出摊 众人议论不止 扼腕叹息 她倒是神色如常 如此半月 香是放榜了 上了榜就是举人 以后就是官老爷 天位亮 我们就起了 可有人比我们更早 榜前人山人海 快到五十 张榜官总算是来了 众人纷纷伸长脖子 偌大的场子 鸭雀无声 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榜一贴 人群喧哗起来 中了 我中了 又没中 又没中 我已经考了十回了 有人欢喜地 脱了衣裳遍地打滚 也有人难过地 当场晕厥 我们被挤在外面 瞧不见榜单的字 急得嘴里冒火 指松竹很淡定 迟早会知晓的 便在此时 有人大吼一声 戒缘是纪松竹 纪松竹 谁是纪松竹啊 戒缘便是榜首 是第一名 我一心自己听错 然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在问 谁是纪松竹 又有人推了我们一把 戒缘在这呢 一时间 众人纷纷让出道来 我们顺利走到榜前 这几年 我跟着松竹 也认识了几个字 此时 明明白白看到 纪松竹这三个字 排在第一个 我紧紧握住婆母的手 娘 您看 那是松竹的名 婆母抬手给了自己一巴掌 挖得一下就哭了 娇娇儿 我这不是做梦吧 我们两个 巨是眼泪汪汪 看向松竹 她眼眸里也有了诗意 不是做梦 娘 娇娇 我确实是榜首 我一口气 差点没上来 软倒在她怀里 老天爷 我上辈子 怕是天上的仙女吧 你怎会如此眷顾我 继松竹的铜窗们 此刻 也纷纷围过来贺喜 她神色淡然 揽住我道 还要多亏见内 那日烤前给我鼓励 各位不妨也试试 我骚得脸都红透了 回了住处 我和婆母 还有些飘飘然 此时我才敢将那日 在烤前遇见的危险 告知婆母 送烤那日 我在门口亲吻松竹 眼前闪过一个画面 松竹烤到一半 一条毒蛇 不知从何处钻出 突然咬了她一口 她眼前发黑 坚持不住 被抬出烤场 卷子自然是没打完 虽提前预知 可时间仓促 也想不到解决法子 好在松竹聪慧 将裤腿扎紧 又将墨汁泼在腿上 墨汁浓香 蛇对于气味格外明确 因此避过一劫 婆母还是第一回听说这事 当即又将满天神佛 和八百代祖宗 感谢了一番 又抱着我一口一个福星 心肝宝贝地唤 家里的门槛都快被踏破了 送肉 送米 送地 送房子 送银票的都有 这一日 大花跟她夫君一起来了 她肉脸挤出一朵花 夫君 既举人和她夫人都是我同乡 我们关系可好着呢 我与举人娘子是手帕娇 谁跟你手帕娇 好大的脸 我还没对 婆母翻白眼了 哟 不知是谁之前说 我儿一辈子都只是个秀才 说我儿媳不剪脸呢 中年富商变了脸色 反手对着大花就是一巴掌 不懂事 怎么能如此冒犯举人老爷 我跟婆母都吓了一跳 平日里大花在我们跟前好声嘚瑟 说如何得宠 夫君对自己如何如何好 如今看来 人越是缺什么 越喜欢吹嘘什么 同为女人 我心底叹息一声 进来坐吧 富商点头哈腰 对一脸讨好的笑 要白送两个店铺给松竹 他说这些时 大花眼底闪过不甘 最后来回拉扯 松竹什么都没收 刻刻气气将人送走 到了门口 大花落后几步 咬牙切齿地说 这个举人娘子本是我的 那些店铺也该是我儿的 原来他连生两个儿子 夫君都未给他一点资产傍身 一婴家产大半在亡妻的 两个孩子名下 难怪见天地来我这找优越感 都说衣锦还乡 此番中了举人 还是戒缘 自然是要回一趟村里 城里的事情打点得差不多 我们便收拾东西回了乡 一路颠簸 又应付村里来贺喜的老少 第二日想睡个懒觉 又被母亲吵醒 他与父亲带着一双弟弟上门了 牛儿念了两年多的书 如今已有模样 忽儿生就一副奸凶相 但也比前几年要懂事许多 这一次倒不是空手登门 母亲拎着一大袋帘子 都是特意挑的嫩帘子 娇娇你不是爱吃吗 他已许多年没有换过我娇娇了 嫩帘子寡淡无味 我哪里是爱吃呢 是从前在家时 饱满的帘子都是弟弟的 没有我的份 只有这种别别的 我才能讨上几粒 今时不同往日 我把从城里买来的银簪子递给他 他有点失望 不是金的呀 你父亲 你弟弟呢 你没给准备点啥 给弟弟们准备了上好的笔墨纸燕 给父亲买了一袋子好烟丝 母亲不满意 弄点真金白银的多好 我已经习惯了 也懒得与他多说 没想到用午膳时 他突然道 你三舅家的吴表妹还记得吗 今年十五了 好端端的 提这个做什么 我心里一个咯噔 母亲已经溜溜地把话全说了 我那娘家侄女 十里八乡都说漂亮标致 且屁股大好生养 女婿 你跟娇娇成亲也三年多了 一直没孩子 堂堂举人老爷 没个子嗣怎么行呢 与其去别处寻 不如就奈了我这侄女为妾 我的血都冲上了脑袋顶 母亲 我早就想到 会有人拿我没生孩子这点 来往松竹身边塞人 可万万没想到 第一个提起的会是母亲 母亲拽过我 压低声音 我也是为你想 肥水不留外人田 谁叫你自己生不出 让你表妹来做妾 总比旁人来做妾的好 姐妹之间 还可以互相扶持 我脑子嗡嗡的 只觉得心肺气息 层层翻涌 松竹握住我的手 岳母 孩子的是不急 母亲眉毛一束 怎么不急 这都三年了 我看大妾是不行了 你可不能赖别人 我那侄女方方面面 都不输大妾的 你只萧桥一眼就明白了 母亲一直重男轻女 可我没想到 她会自我致辞 我本想维持体面 可心里难受至极 翻江倒海 冲到外面就是一顿藕 婆母急坏了 匆匆出来拍背 母亲还拉着松竹说个不停 大吹表妹的好处 松竹忍耐不住 一把甩开她 扬声道 岳母 您没瞧见 娇娇多难受吗 到底谁才是您亲女儿 母亲脸色闪闪 松竹踏不出了庭院 娘 您扶着娇娇去休息 我去请个郎中来 婆母应声 快去快去 娇娇一向身体好 这是怎么了 婆母扶着我进内室时 母亲还在嘟弄 不就是吐了 搞得如此娇气 婆母可没有那般好脾气 对道 娇娇是我儿媳 我便是要宠她 便是见不得她一心半点难受 母亲还要争辩 父亲拽住她 少说两句 郎中来之前 我又呕了好几次 急得婆母团团转 郎中帮我把了很长时间的脉 一向淡然的松竹 急得连连发问 如何 可严重 郎中松了手 眉眼舒展 恭喜举人老爷 夫人这是游喜了 松竹定住 婆母亦是目瞪口呆 屋子里安静凉久 婆母猛地一拍大腿 哈哈大笑 游喜 我要当祖母了 我要当祖母了 松竹 亲家母 我要当祖母了 她欢喜得眼睛缝都瞧不见了 之前她从未在我面前 表现出多稀罕孩子 如今来看 她一直是盼着当祖母的 不过怕我多思多虑 从不多言 父亲扯了扯嘴角 如此正好 母亲则道 那如今大你有身孕 更是不变 不如让我那侄女 婆母笑脸一收 亲家母你别说了 咱们同是女人 还不能体谅娇娇的心思 松竹的多狼心狗肺 这时候去内窃 母亲还要分说 弟弟牛儿道 母亲 您出去喝口茶吧 母亲被父亲拉出去后 牛儿朝我行礼 母亲没有分寸 姐姐见谅 松竹当初的处理没错 这几年的书 好歹没有白读 本也有各路牛鬼蛇神 要塞人到松竹身边 甚至县令 都想让松竹娶她女儿 如今我有了身孕 他们便没了合适的理由 而松竹也有了好的借口 夫人与我风雨同舟 此时她有身孕 我若内窃 那圣贤书便白读了 婆母日日乐呵呵 娇娇 我当初一瞧 你就是个有福气的 你看我这宝贝孙子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时候来 那就是你的护身符 母亲却私下里说 我这里有个 一举得难的方子 你照着吃 我皱眉 夫君和婆母说 是男是女都可 放屁 自然是要生个儿子好 女儿都是赔钱货 她絮絮叨叨 我看向窗外 云那么蓝 天那么高 若是生个女儿 希望她能继承 夫君的美貌与聪慧 终举之后 各路奉承的话 几乎把我耳膜 都磨破了 人人都到我好运气 嫁给松竹这样的好夫君 松竹却不止一次说 当初我客妻 又屡事不重 多亏夫人不嫌弃 不然也没有我的今日 一时间 全县都知道我驻夫君转运 婆娘们没事就来我身边蹭蹭摸摸 本家的姑娘出嫁前 也请我帮她们梳头 盼着能得一份 我与松竹这般恩爱的姻缘 松竹年岁渐长 越发沉稳挺拔 像是被岁月打磨得温润的好玉 我时常恍惚 这样好的夫君 真是我朱娇娇的吗 当初点了她秀才的林老 如今年事已高 已经致逝 松竹的举人答谢宴 按例也给她送了请帖 没想到她还真的上光了 不止如此 宴后她单独留下 递给松竹一封信 国子剑既久 当初与老朽师出同门 后又一起教导 丈公主的郡主和郡王 你拿着这封信去见她 想必她会给老朽一些薄面 收你入学 松竹很震惊又意外 学生何德何能 受先生如此青睐 国子剑是整个大楚的最高学府 全国举人多如繁星 可不是人人都有机会进去学习 林老常叹一声 老朽看过你从前的考卷 文才斐然啊 使老朽这毛病 悟你多年 心中有愧 松竹深深败下 万般皆是天意 若无那些年磨练心性 学生恐也是少年意气 过刚一蛇 林老赞誉地拍拍他的肩膀 说得不错 苦难与磨练 亦是往后你仕途的底气 只盼你金榜高中 为国为民 莫要赴了这一腔才华 林老的意思是 让他尽快上路去京城 一来 越往北边天越寒 再过些日子 路就不好走了 二来 国子健汇聚天下人才 早些去 也可早些受益 三来 京城水深 早早地去摸清楚 对于三年后的科考 有好处 松竹却想 等我生下孩儿再去 我急了 这如何使得 孩子太小 也不宜颠簸 若是等到半岁以后再出发 要搓磨多少时光 我的身体使得 万万不可耽误夫君前途 本该留在乡里等他消息 可若是那般 就无法预知他的凶险 叫人如何放心 我反复瞧了三个老大夫 都说我身体底子好 若说多加注意 应不会有差池 如此 松竹才松口 他从族里挑了个会赶车 又机灵可靠的小子 做小丝 九月初 枫叶染上薄薄的红 我们一家也出发了 全村的人都来送行 母亲拉着我的手 你家那田地 怎地还分出一半给旁人 就不能全给我们种吗 牛儿朝我行礼 长姐一路顺风 勿要担忧家里 弟弟会在家好生照顾父母兄长 不过七八岁的孩子 俨然有了老学究模样 松竹和婆母将马车改造过 黑子赶车也稳 倒是不颠簸 就是脚成慢 除了州里一路往北 天气便越发寒凉 九月底的天 竟然飘了细碎的雪 老树的叶子已经掉光 阳光照不出的暗处 有融化不了的积雪 十月底 总算是到了京城脚下 我们到城外时 是傍晚时分 我拖着微微隆起的肚子 被松竹扶着下了马车 夕阳金灿灿 落在高大厚重的城墙之上 整个京城宛若是浑厚的巨兽 盘踞在眼前 想不到我朱娇娇有生之年 还有如此见识 林老在京都有座老宅 位于朱雀街上 只有老仆看守 他大约早就另写信叮嘱过 我们到时 老仆早已收拾妥当 松竹第二日拿着引荐信 去了国子建 果然顺利入学了 一家人在老仆带路下 花了好几日 将京都上下逛了一圈 不得不感慨 国都繁华 街上卖唐葫芦的大爷穿的衣服 用的都是乡里里 正过年新山同样的布料 州里流行的那些腌制水粉 在这里都被摆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因为是前两年的款 不装的好些料子 一匹卖的钱 就够乡下一家子吃一年 路上随意见到的 可能都是惹不起的贵人 一辆不起眼的马车里 坐的都是皇亲国妻 松竹这样的举人 在乡里万里挑衣 放在此处便也只是小小一朵花 有些美却也不特别 金玉这些我都不敢多瞧 只有次见到一只层层叠叠的 桂花款式银簪子 喜欢得紧 一看标价三两银子 吓得我扭头就走 结果晚间入睡 松竹从袖中摸出那根簪子 插入我并肩 白日里见你瞧了许久 娇娇的眼光果然好 这簪子与你相得益彰 这般贵 你真是胡来 既是贵 那便多多戴 戴上各百次千次 算下来就不贵了 如此一说 也有道理 那你可曾给娘买东西 婆母早年丧夫 独自把松竹拉扯大 吃了许多苦 别让她觉得儿子有了媳妇 忘了娘 松竹楼我入怀 我都瞧见了 你不是给母亲偷偷买了吗 到时候我便借花献佛 我的私房钱 可全买了簪子 你把为夫都掏空了 今晚是不是得好好靠牢 一下为夫 这人简直没个正经 红竹丈暖 一夜无话 因着有孕 松竹也不让我劳累 这一日 我去国子见接他 远远见他拿着几张书卷 递给一位华福公子 那公子神色巨傲 说了句话 他身侧的奴仆 便上前一步 给了松竹一块碎银 松竹不卑不亢 弯腰行了个礼 再抬头 便与我目光相接 他神色一恶 但那公子走后 他匆匆上前 抹我的眼泪 哭什么 我不过帮他带笔几句诗 好叫他在世家聚会上 不丢颜面 如此便能得一两银 何其轻松 没做什么魅言屈膝之事 可是夫君才华 不该用于此处 我恐恐惰了夫君气节 也恐旁人嘲笑 看不起他 气节自在我心 我若守心 便不会丢 京城大 居不易 我不愿见你和母亲 苛待自己 我是男人 自是要让你们衣食无忧 因着有出无尽 京城物价又贵 我与婆母时刻忧虑 确实不比在周礼时 花销那么肆意 没想到他日日读书 还注意到了这些 回去后 我与婆母商议 还是得做点什么 营胜才好 之前我担心 我们若在经商 难免有损松竹名声 可如今他去帮人 五文弄墨 一来浪费时间 二来也容易让人瞧不起 松竹自是不肯 我轻轻问 可是夫君怕人 议论我与婆母经商 我是怕你们劳累 婆母一拍桌子 我是坐惯了的 在家里闲着 我才难过呢 京城营盛如此之多 金银玉布料这些 我们自是没那么多本钱 能做的就是投入少 又有特色的 婆母的羊肉汤熬得极妙 每年过年熬 整个村都飘香 京都的羊肉汤铺不多 好喝得更是寥寥 一月后 婆母的羊肉汤铺便开张了 不过小小六张桌椅 一开始倒也寻常 我们还遮遮掩掩 不成想松竹大大方方 带了铜窗回来 与他们介绍我与婆母 那日我为梳妆 被炉火熏得面色飞红 额头满是汗 想来也不是什么好模样 真真是气死人 但松竹瞧我时 眼里有光 我妻陪我辗转硬烤 不惧艰难 实乃我此生大幸 童窗们一口一个嫂子弟妹 并未有轻视之意 可见 大部分读书人还是好的 许是有了口碑 店里的生意渐渐好起来 每到饭点就没位置 有人直接拿着食盒过来打包 也有人端着汤面蹲在门口呼啦啦吃的香 更有那大方的贵人吃着好 一碗汤一两银 说不用找 真真的人俊钱多 两月后盘账 竟除了成本 已经赚了五两银 难怪来过京城的人便不愿回 这里的银钱是好赚一些 我月份见大 婆母只教我收收钱管管账 她另请小厮跑堂 幸得这几年跟着夫君 我本大字不识一个 如今却能丝毫无阻地看账本 这一年 我们是在京城过的年 此起彼伏的烟花 延绵一夜的鞭炮 翻滚不息的古董锅 虽人在一乡 但最爱之人已在身侧 亦是团圆好年 翻过年开春 我痛了两天两夜 总算生下了与松竹的长女 她两天未睡 拉着我的手贴在脸上 以后咱不生孩子了 你不想要个儿子 我只要你平安无事 我这两日可是吓坏了 得福如此 还有何求 福尔摇摇晃晃地长大 羊肉汤的生意一直火爆 福尔周岁时 婆母给她打了个长命锁 用了八两银 以前可想都不敢想 婆母有次私下里说 没想到咱们在京都 一年能挣百来两银子 哪怕松竹考不上 咱们拿着这些钱回乡 这辈子也能过上好日子 说完她又抽自己嘴巴 呸呸呸 松竹一定考得上 日子平静顺遂 很快迎来了三年一回的科考 京都举人那般多 一开始听说她是一省戒园 也吸引了多方目光 然几年过去 她似是资质寻常 我也听的议论 说鸡头到了京都 不过是凤尾而已 京都许多高门大户 自幼饱读诗书 他们接受的资源 便与松竹不同 寒门举子 要过科考中尽是 已是千难万难 尽头甲就更是难如登天 这几年 松竹肃兴叶媚 不曾有过懈怠 其他学子亦是如此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松竹能否安然走过去 我着实没有把握 考试前夜 我们早早睡下 她见我愁眉不展 反而安慰我 尽人是听天命 担心意无用 不如早早睡去 我撑起手 亲了又亲 毫无警示 第二日送考 天色微明 人头几几 我想亲亲她 确保万一 又担心同窗议论 不成想松竹拖住我的后脑勺 对我灿然一笑 然后便稳住了我 我惊呆了 这可是天子脚下 她摸摸我的头 你是我明为正取的妻 便是陛下面前 我也亲得 我又是羞又是心动 便在此时 脑中闪过几个画面 我急切拉住她的手 这次科考试卷 有一题是主战还是主和 主考官主和 你达的主战 会因此落榜 去隧东 北敌进犯 连下三城 京城也一度进了些流民 天子脚下 消息灵通 我日日在殿里 听得许多人也议论此事 听说陛下有意将 长公主幼女柔福郡主 送去议和 不过有老臣反对 此事还未有定论 也有坊间消息 主战的官员 有好几个被寻了 明目贬折了 如今 朝野中主和的居多 松竹神色一崩 我拉住她的衣袖 如今还来得及 一会你入考场时 也写主和 她深深宁我 眸光坚定 牺牲女子来换取国安 不过是饮阵止渴 你曾说怕剁了我的气节 主战便是我的气节 亦是民族气节 她抚着我的脸 无比愧疚 娇娇 对不住 我没法违背良心 我不能改 此番 你怕是当不上 尽是娘子了 朝下探头 万丈霞光落于她身 我朝她嫣然一笑 夫妻同心 我静慕夫君 便是因你始终有自己的坚持 大胆地写 我与婆母都会支持你 她紧紧搂住我 得妻如此 福复何求 回家后 便与婆母细说此事 婆母叹息良久 不过很快也自我开解 下回再来呗 多大事 一次就中的 本来也没几个 因着知道没法中 心态反而轻松了 考完后 考题果然有主战主和 几乎九成多的人都是主和 天子脚下 谁还不知道点朝廷动向 一听松竹写的主战 同窗闷嘴上不说 面上均是闪过惋惜 倒是松竹姿态坦然 道 是我疏忽 一心读书 倒是不知上头风向 夜间我问她 为何撒谎 她摸着我的背 趋利避害 人之本性 好些同窗 已经考了四五回 怎能强求他人与我一般 我正我心 我行我道 若有人同道 自是快事 却也不能贬低他人之道 不愧是我夫君 如此豁达 如此到了四月初 该放榜了 我们住的这条街 也有许多举子居住 天色还未亮 便有铜窗敲门 继凶 继凶还未起吗 看榜去了 去得晚 可没有好位置 松竹睡眼惺忪去开门 我便不去了 左右中不了 李兄快些去 你一定会高中 李灵劝了两句 奴仆催促得紧 她便匆匆而去 我从被子里探出头打哈欠 真的不去看看 松竹扑上床 不去 既已被闹醒 不如好好活动 活动筋骨 睡不成了 榜单张贴在里布衙门 距我们住处还远着呢 日头爬上不久 便听得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我用帕子胡乱擦着脸 懒懒地道 估计是哪家中了 正放炮贺喜呢 一时又听到锣鼓开道 热闹喧天 声音越发近了 本朝惯例 科举中了共事的考生 都可以参加陛下亲自主持的电视 所以 只要高中 就会有报习官 乔治架势 名次多半是靠前 莫非是街尾的张举人 前些天 他在松竹面前 可是好生得意 说此番他做的文章 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水平 定能得个好名次 钟还是按捺不住八卦之心 我蓬头垢面地拉开门 福尔还扯着我的衣袖 要喝洋奶 便与门口站着的 一排红衣衙衣 来了个面对面 我愣了 他更是正主 上下打量我一番 又退回去 核对了一番门牌 问 此处可是纪会员的家 啥 我家夫君是姓纪 但不叫 我下意识反驳后 突然反应过来 改口 我夫君名为纪松竹 红衣衙衣猛的一敲锣 那就对了 偌大的声音 吓得我下意识低呼一声 松竹一边系着衣服 一边匆匆出来 急急问 娇娇 娇娇 你没事吧 牙翼嘴角抽了抽 扬声道 恭喜纪家公子高中会员 小的们给您送喜了 他话音一落 身后的人霹里啪啦一顿敲 我跟松竹都猛了 牙翼见我们如呆头鹅一般 催道 既会员 既夫人 是不是得放点鞭炮 庆祝一下 对对对 可我没准备啊 谁承想松竹能中 还中了个第一名 好在李林从人群里挤出来 热汉淋漓 我这有我这有 他自己没考中 鞭炮倒是省下来给了我们 没一会 去买菜的婆母 也小跑着归家 见到一院子红衣牙翼 他把菜一丢 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一边感谢祖宗 感谢菩萨 一边还不忘吩咐黑子 快快快 去买几箩鞭炮来 我也回过神来 赶紧打点请牙医们 和看热闹的街坊邻里 喝茶吃糖 万幸前几日 我买了好些瓜子糖果 本想自己解解馋 没想派上了用场 一家子晕乎乎的 实在不知是哪里出了错 松竹心系 特意又去看了榜单 发现两百多名中了的共事里 竟有不少是主战的 如此想来 恐怕陛下的心思有所转变 到了第二日 他去书院答谢恩师 既久李大人与他独谈 也隐隐露出了这个意思 听说阅卷结束后 主考官将高中的名册和试卷 呈颂陛下 然陛下划去了好些名字 说是在重新挑挑 考官们凑在一处研究 发现被划去的都是组合的 几个主战的则全部留下了 那几个主战的本来是陪衬 言辞也不够激烈 是考官们为了不易编导凑数的 如此一来 那还有不明白的 松竹音抱着必定落榜的心态 洋洋洒洒 侃侃而谈 考卷被重新挑出 得了青眼 所以 我一开始的遇见没有错 只是没想到会有如此转折 我很惭愧 是我所见画面不完整 以至于那日出了丑 现在京城茶楼九四都在传言 松竹是在被窝里接的喜报 都没法分说 松竹握住我的手 若非你提前告知 我也不会破罐子破摔 索性意图为快 还是要多谢我家娇娇 放榜后不久 我带松竹去置办新衣 遇见那时让他写诗的张柿子 就他那点才学 自然是没中 见了松竹 他凉凉吃到 当初纪会员帮本柿子写诗 也不过儿儿 没想到居然被你歪打正着 我很气 怎么是歪打正着 夫君日日温书 从不曾懈怠 正要辩解两句 松竹已经拉住我 他不卑不亢 对着张柿子笑笑 柿子说的是 继谋也是运气好 张柿子瞪他一眼 道 你也不用假谦虚 你的文我看了 的确言之有误 慷慨激昂 其实我与你想法 亦是一样 回去路上 我感慨 这张柿子真是 松竹淡淡一笑 世家子弟性子傲了点 底子却是好的 若真是品行不端 我当初也不会赚那点赢钱 上了榜 中了会员 就意味着一只脚 迈入了官场 不过现在还不是欢喜的时候 因为四月二十 还有陛下亲自主持的殿士 殿士会分三甲 一甲三人 次进是极地 称状元 榜眼 叹花 二甲一般百人左右 次进是出身 剩下之人便是三甲 次同进是出身 排名的先后 都会影响以后官场仕途 然我跟婆母很看得开 总之是考上了 至于到底排在第几甲 那都不是最重要了 世家也就是曾祖父辈出过一个同生呢 电视前一夜 我与松竹早早便睡了 虽说哪一明都不要紧 可行事还是得走一走 没想到这一亲不要紧 我直接脸色大变 松竹察觉不对 怎么了 可是又见到什么 慌成这样 我勉励笑了笑 我看到柔福郡主跟陛下请求 要嫁与你为妻 而松竹言辞拒绝 最后郡主圣怒 陛下不喜 此前朝廷主和 因陛下没有年龄合适的女儿 便是要这位郡主去和亲 后来陛下在朝堂上 让内侍念了松竹的考卷 表明主战的态度 几番拉扯后 听说近来已经定下了将帅人选 我握紧松竹的手 心跳如雷 松竹 他是郡主 又跟陛下请了旨 你万万不要违背 你我夫妻同心 我怎可另取旁人 烛火之下 我细细妈撒他的脸 我心有你 你心意有我 如此便够了 我知你心怀天下 若是被陛下不喜 你这一枪报复 如何施展 夫君 你答应我 千万不可违逆旨意 松竹侯杰反复滚动 两酒闷闷应了一声 一夜 再也无话 第二日起来 我精神恍惚 婆母让我在家等信 她去看顾店里 我却心慌意乱 无法静心 索性带着福儿 一起去了店里 福儿如今快有两岁 极为好动 有客人问我一句话的功夫 他爬过高高的门槛 晃到了马路上 一辆马车飞驰而来 我害得神魂出鞘 也不知从哪来的力气 冲过去抱着她一滚 母女两个 擦着马车轮而过 万幸 纸衣袖被刮破 半个胳膊露在外面 我抱着福儿大喘气 因为恐惧 身子仍在发抖 此时 面前突然多了一片阴影 一个华福公子屈膝蹲下 语气温和 娘子和孩子可有事 使车夫莽撞 冲撞了娘子 我抬头 与她对视 公子约莫三十出头 生得星眉朗目 但是好生奇怪 这张脸 怎地看着如此眼熟 似是在哪里见过 而且脑中 也闪过几个不相干的画面 华福公子看清我五官 意识愣了愣 然后伸手扶我 依附未破的那只手 我就这力气站起 退后两步 是我看顾不周 才让孩子上了马路 惊扰了公子的车 她根本没听 直直盯着我裸露的手臂 我脸色飞红 伸手捂住 草草行礼 语气冷了几分 多谢公子 我这就带孩子回去 她回过神 脸色亦是羞愧 却还是问 敢问姑娘 右臂上是否也有一个红质 婆母这时候出来了 恰好听的这句话 她怒火翻涌 道 这是我家儿媳 公子注意分寸 她身后的是从上前 大胆 我家殿下可是英俊王 你们怎可如此无礼 英俊王 长公主的长子 当今陛下的折 婆母下得脸色都白了 却紧紧将我护在身后 英俊王斥随从 不可无礼 她朝我作医 娘子勿怪 实乃有一表妹 自幼走失 家里一直想寻回 她左右右臂 各有一颗红质 如今我左臂红质已现 所以她才有此疑问 婆母很戒备 白白手 没有没有 我儿媳是地地道道的 农家姑娘 英俊王满是失望 如此是我唐突了 她道了欠 又坚持留下十两银子 马车走远 福尔拉着我的手 母亲 我刚才看到这个伯伯 被建设了 我恶然看她 她乃生乃气 这么长这么长的剑 好多血哦 是的 我刚才也看到了 这是福尔第一次展示 她与我同样的能力 也是我第一次遇见 松竹之外人的事 我心乱如麻 到底还是不忍 将福尔推给婆母 母亲 我须地去提醒她一回 我假借自己做了个梦 她竟也信了 下了马车 进了一旁的酒楼 不过半个时辰 有染血的侍卫 匆匆而来 殿下 刚才有人埋伏在路边 对着马车乱见齐发 英俊王瞳孔猛缩 恶然看我 娘子 随在下回一趟公主府吧 必须得回 我小小一个共事娘子 夫君尚未受官 哪里能违背郡王 我们一家三口 坐着马车去了公主府 这一条街 都是世家大族 以往就是路过 我也得平住呼吸 万万没想到 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进来 公主府大的我无法想象 我们跟着英俊王 一路往里 到了后院 进了一个偌大的院子 有一着精致的嬷嬷上前 俊王 郡主正在里头闹呢 便听了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母亲 您去跟皇帝舅舅说说吧 我就想嫁给她 若不是她 如今我已嫁给北迪的野人了 丈公主的声音 显得钟气不足 人家已有妻事 且她当着陛下都拒绝了 荒唐 农妇而已 让她做个切救事 母亲 母亲 柔福郡主一个劲的撒娇 我听得心肝胆 都在颤 松竹竟还是聚了这门婚事 陛下不知有没有迁怒于她 她将来的仕途又该怎么是好 英俊王大约是不想内宅之事 被外人听去 当即扬声 母亲 而有重要的是找您 谈话匆匆结束 柔福郡主出来时 朝英俊王扶了扶身 兄长 我撩起眼皮 看了她一眼 在梦里 只听到她的封号 却并未见着正脸 如今一瞧 我吓了一跳 她长得 怎么如此奇怪 到底哪里奇怪呢 福儿不懂事 天真开口 母亲 这个仪长得跟你好像哦 我赶紧捂住她的嘴 是了 原来这就是奇怪之处 不只是她 连英俊王也与我有几分相似呢 柔福郡主逆了我一眼 轻视之情一余言表 带着婢女转身走了 我们进去时 嬷嬷正给长公主按头 听闻她是陛下一母同胞的长姐 陪着陛下一步步登上地位 陛下登基后 对她也是百般宠爱 一应要求 无有不应 只是 处在这般宠爱之中 她却身形瘦削 形容苍老 浑身上下都透着疲倦 英俊王轻声道 母亲 您睁开眼看看 高座上的女人睁眼 眷眷看来 毛子微微眯起 然后她缓缓坐直身体 招呼身后嬷嬷 周姐姐 你也瞧瞧 周嬷嬷下了台阶 绕着我走了几圈 神色越来越古怪 丈公主撑着身体站起来 如何 周嬷嬷脸色古怪 这位娘子与殿下年轻时 道有七八分相似 英俊王早已将婢女平退 她轻声道 母亲 刚才她说做梦 孟道儿遇刺身死 而因此躲过一劫 丈公主神色越发激动 她对我招招手 孩子 过来 婆母一脸戒备 我安抚地看她一眼 将福儿交于她后 朝长公主走去 不知为何 我对她也有一种天然的清静感 长公主拉起我的手 将我左看右看 颤声问 你的左右手上 可可有一颗红痣 周嬷嬷急急道 娘子 殿下并无她意 您快撕起袖子 让殿下瞧瞧 英俊王早已背过身去 出下一山轻薄 我将袖子撕起 左右臂上两颗 燕至灼灼 长公主眼中的泪 轰然涌出 她抱着我 失声痛哭 从将军府出来时 已是日暮 夜色层层涌上来 似是要将这世间一切秘密吞没 松主等在公主府外 见我们出来 匆匆迎上来 是不是柔福郡主为难你们 你们可有受伤 福尔不知事 扑入她怀里 娇娇叫跌跌 我只觉得荒唐又疲倦 无事 是公主召见我们 咱们先回家吧 路中 我问夫君 你还是聚了郡主的婚事 为何 因我此生只想要 娇娇这一个妻 莫说是郡主 便是公主 我也不要 你不怕试图进会 她看向窗外点点灯火 轻声道 若是因此朝廷不肯用我 那便罢了 我便回乡当个教书先生 夫人孩子热炕头 不也是神仙日子 婆母一直心事重重 松竹问 娘这是怎么了 婆母看看 我又看看她 你这仕途 应该断不了吧 娘这般肯定 我也是猜的 电视三日后才放榜 可松竹惹怒陛下的事 却已有很多人知道 当时陛下单单留住 他与另外两个共生 可见是轻言有加 却不料 御书房内传来争吵声 其后松竹便匆匆而出 众人均是扼腕 眼看着一片坦途 便如此葬送 也有人打着关怀的名义 打听那一日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松竹均是艰口不严 街尾的张举人 今年未重 前些日子灰溜溜 此番倒是抬起头 还不忘讽刺松竹 哎 继兄还是见识少了些 第一次面圣就触怒圣言 往后这使徒 考得再好 再有才华又如何呢 若是陛下不喜 就永无出头之日 吏部那群人 不会给松竹安排好的出处 便是放榜那日 松竹反而早早起了 去看看 也好死心 我朝他笑笑 是啊 说不定有意外的惊喜呢 不求惊喜 不过有始有终而已 便是结束 多年苦读 就算是画上终点 因这电视放榜是共事们的排名 看榜的人反而不多 因是同科 众人之间也都相熟 见了松竹 君是有点意外 有人亲讽 继兄还来跑这一趟 若是我 可能就不来了 对啊 还不如睡个好觉 大多数人还是安慰 好歹也是同进士 人生际遇妙不可言 继兄不必过于颓唐 绝处逢生也未可知 不过这些话轻飘飘的 恐怕他们自己都不信 春日阳光灿灿 落在夫君脸上 他笑得如此坦然 尽我所能 剩下便是天命 继谋已尽人事 无愧于心 无愧于天地 远远的 有一辆华贵的马车 马车帘子微微掀起 在他说完这一句话后 那帘子落下 马车掉头 迎着朝阳而去 而张榜官员 也已经过来 红纸之上 纪松竹的名字 赫然排在第一个 状元 他竟是状元 他果然是状元 理应如此的 灿烂朝阳落入他牟底 他眼眶微湿 朝着皇宫的方向 深深一拜 学生多谢陛下赏识 学生此生 定为大楚 死而后已 我们一家人抱在一处 我与婆母泣不成声 为福而不知人事 与我们一起嚎啕大哭 我问 你哭什么 我 我不知道 你们都在哭 我 我也哭 婆母忍俊不禁 笑出了声 我也跟着笑 福尔很茫然 现在 是要笑了吗 松竹蹲下来 摸摸他的头 是 往后的日子 我们福尔每日 都要开开心心地笑 松竹高中状元 一时间 被各路人马盯上 想往他身边塞人的 比中举人那会 多了十数倍不止 就连立不侍郎 也想将族里的后背给他 说得倒是好听 我这侄女 也是仰慕状元才华 愿意陪伴左右 侍奉主母 然半月后 松竹在府内 举办答谢宴 长公主竟出席了 她拉着我的手 满脸欢喜 本公与你竟一见如故 不如你给本公当干女儿 一时间 满座无声 每两日 陛下下旨 赐我明珠郡主封号 十亿五百户 长公主另送了 我们一座宽大的宅子 又牵着我的手 出席了几次世家大族的宴席 此后 再也没有哪个不长眼的 赶往松竹的身边塞人 松竹长出一口气 这次又是多谢娘子 不然少不得为夫 又要得罪人 那一日从公主府出来 英郡王道 还要多谢妹妹 母亲从前都不肯吃药 如今唯恐落了一顿 说要长长久久活着 给妹妹撑腰 是呢 其实 我是正正经经的郡主呢 二十多年前 陛下还只是不受宠的皇子 长公主也如我一般 能预知至亲血脉 或心底极为在意之人的危险 凭着这个 姐弟两个互相扶持 杀出重围 然在关键时刻 我被政敌劫持 长公主最后护住了陛下 因为陛下倒 那所有这一派的人都会遭殃 他这些年 因舍了我一直郁郁 且早年遇见太多 透支了精气神 陛下怕他太过伤心 从祖里抱了一个相似的孩子 排解心结 那便是柔福郡主 找到我后 兄长细细追查 我之所以能活下来 全因当初抱走我的嬷嬷 不忍将我杀死 便拿木盆 让我顺流而下 自定生死 而养父母成婚多年未有孩 父亲救下我后 将我抱回家 当亲女儿养了几年 然等有了自己的孩子后 对我变淡了许多 难怪 我与两个弟弟一点也不像 而且 养母总说 我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长公主握住我的手 夫君与你婆母也变罢了 别再让其他人知道 你可遇见危险 她摸着我的脸 怀避其罪 只盼我儿 平顺一生 再无坎坷 她将养父母一家 接来京城 好吃好喝 养在公主府 说是感恩 实则怕他们在外胡来 让我跟松竹为难 长公主一直活到了七十岁 她离开时 我亦做了外祖母 她躺在床上 在春光里看着我笑 母亲先去替你探探路 等几十年后 你再来 依然是母亲的乖女儿 其后三年 松竹出任宰相 我被新黄封了告命 一品国夫人 松竹牵着我的手 共同拜谢陛下恩赐 秋光正好 她眼角已有秘密皱纹 她搂着我的肩 娇娇 来生也要嫁与为夫 为夫定脱生的好些 不再让我的娇娇受半点苦 哪里苦呢 遇见她之后 我每一天 我的日子都是甜的呢